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杭州,他好温柔。 这是何维方的气质吗? 近日,不少粉丝在杭州偶遇到了杨子,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杨子热潮。 作为杨子的忠实粉丝,我也深深被他的温柔魅力所征服,对他的喜爱更加坚定了。 杨子自出道以来,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成功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备受观众喜爱。 他在《何以生肖默》中饰演的《何以琛》,无数人被他的坚持和真挚深深打动, 在《狼牙榜》中,他饰演的苏若雪让观众们对他投入了满满的爱意, 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他更是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带给观众们一次次的震撼。 此次在杭州的现场见面会上,杨子的魅力再次引爆,让无数粉丝激动不已。 不少来自其他城市的粉丝纷纷赶来见证这一时刻, 只为能够亲眼看到杨子。 杨子的气质和《何为芳》简直一模一样, 他们都散发着从容、优雅、温柔的气息,让人为之倾倒。 作为粉丝的我更是渴望能够像他一样,拥有那种从容不迫、优雅自信的气质。 杨子作为一个知名演员, 不仅仅在演艺圈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且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粉丝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他频繁更新自己的动态,与粉丝分享生活、工作中的点滴,无时不刻呈现在粉丝们的视线中。 杨子的影响力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可,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优秀作品, 更因为他用温柔和真诚赢得了大多数观众的喜爱。 他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更是一位年和季,将粉丝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粉丝圈。 杨子不仅仅是一个艺人,更是一个品牌。 他的名字可以成为某个产品的代名词,例如眼镜产品。 听说买眼镜的人在门店说买杨子眼镜,算作对杨子销量的贡献。 这说明杨子作为自媒体创的影响力已经深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然而,对于此次事件是否有最新进展,现阶段尚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杨子的魅力已经在现场见面会上得到了充分展示, 他的温柔和气质也征服了更多的人。 这次在杭州见到杨子,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希望杨子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为观众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我们作为他的粉丝,将会一直陪伴着他,为他加油打气,期待他未来更美好的发展。 杨子,你真的好温柔啊!我们爱你! 起来,杨子作为一个自媒体创,通过他的温柔魅力和出色表演赢得了粉丝们的喜爱, 他的影响力已经深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他的气质和和围方相似,都给人以从容、优雅、温柔的感觉。 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为观众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CP超话100里 11对BGCP 王鹤帝就占4个 杨子两对 大家都会磕过喜欢的情侣组合,无论是在电视剧、电影还是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我们总是能找到让我们心动的CP。 今天我们来看看超话里前100名BGCP,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甜蜜瞬间令人难忘。 让我们一起回顾以下这些CP,并看看他们对社会的影响。 吴磊和赵露丝的CP原子,他们合作的电视剧《星汉灿烂》,这对CP因剧情中的甜蜜互动而备受关注。 他们在剧中展现出了深情厚意的情感连接,让观众们陷入了他们的爱情故事之中。 王赫露丝和于书欣的CP原子,他们在电视剧《苍蓝爵》中的合作。 不得不说,无论是在剧宣的时候还是在剧中,两个人的甜蜜互动都引起了许多观众的注意。 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非常强烈,令人心动。 出道6年它就占据了5年的时间,这是对王子文和王玉文CP的形容。 两个人在剧中的默契配合和深情演绎让人印象深刻。 他们的合作已经持续了多年,一直备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张灵赫和白露的CP原子,他们合作的电视剧《宁安如梦》,然而真正让网友们痴迷的是剧《棕路》至时的花絮。 两个人在录制过程中的甜蜜互动和默契配合令人难以忘怀,成为了CP粉丝们的心头好。 王赫帝和孟子义的CP来源于综艺节目《桃花物》,他们俩人在节目中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甜蜜互动。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认为是一对甜蜜到爆的CP。 王赫帝和田希薇的CP原子他们合作的电视剧《大凤打更人》,尽管该剧尚未播出,但在去年的微博之夜红毯上,两人的合作戏份让许多观众入坑。 网友们对这对CP的期待不断增加,他们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龚俊和迪利热巴的CP来源于电视剧《安乐传》,两人的颜值都非常高,他们的合作也让观众眼前一亮。 他们之间的互动和剧情发展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和追捧,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 王赫帝和白露的CP来源于他们在合作的电视剧《以爱卫营》中,两人的互动和甜蜜的剧情让观众们忍不住为他们捧场。 他们的合作和互动成为该剧的亮点之一,让观众们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对CP。 谭剑刺和杨子的CP源自电视剧《香柳和小妖》,剧中两人的互动和甜蜜情节令人沉醉。 他们的甜蜜画面和深情表演成为了许多观众最喜欢的情侣CP之一。 邓卫和杨子的CP来源于电视剧《长相思》,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甜蜜互动令人印象深刻。 两人的默契配合和深情演绎让观众们为之动容,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点。 白净亭和宋毅的CP因他们在综艺节目中的合作而备受关注。 他们在节目中展现出了真实的爱情,成为了观众们羡慕的对象。 他们的甜蜜互动和真挚情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11对CP中,你们嗑过几对呢? 每一对CP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互动,让我们追随他们的脚步,感受他们的爱情。 无论是在剧集中还是在综艺节目中,这些CP们带给我们的感动和回忆永远难以磨灭。 这些CP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甜蜜互动和默契配合让人沉浸在他们的爱情故事之中。 他们的合作不仅仅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更是源于他们对角色的真实演绎和对剧情的深度理解。 这些CP的出现不仅仅是给观众们带来了娱乐和温暖,更让人们相信爱情的力量。 无论是在剧集中还是在综艺节目中,这些CP们所展现的美好爱情引发了社会的热议和关注。 让我们继续期待这些CP们在未来的合作中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